出道9年的Winner 近日共同出演深度访谈节目 首度曝光了团体私下的互动 虽然彼此从列席生时期以来 已经认识多年 但其实并不太会互相交流内心话 坦纯不太会说出痛苦的心情 因为不是听起来会让人愉快的话题 不想要制造会吵架的原因 就连金晴雨在录影时透露了 奶奶最近逝世的消息 当下才得知的成员们更是一片震惊 而宋明浩也第一次在节目里 说出了自己的内心话 偷偷从2017年末开始 就患上了恐慌障碍 抑郁症以及两极化障碍 在拍摄《星期有记》的时候 还曾经背着哥哥们自己跑出去哭 才回来继续拍摄 在活动最多的时期 最害怕的是自己一个人在家 没有拍摄的时候 都觉得生活就像悲剧一样 并且因为已经习惯了 不把脆弱的一面展示出来 所以变得很难开口 不是不想说 而是没有勇气和自信说出来 也怕大众无法理解 什么都拥有的自己有什么好忧郁的 一喜欢让摄影棚内的大家都陷入沉默 节目公开后 也让粉丝相当担心他的心理状况